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 这不只是你遇到的问题 很多现在的人不管是年轻或年长的 常常也都会觉得自己忙到没有时间做功课或缠作 要是有方法可以不靠缠作就能开悟该有多好啊 这是有可能的 你记得我们上次分享的听声音开悟的故事吗 教诚辱尊者就不是因为长时间的打坐才开悟的 而是在听佛陀说法的时候 体悟到声音的无常本质开悟的 除了听声音以外 还有其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 然后开悟的方法吗 有啊 在能言经的25位开悟圣者中 就有一位圣者叫做悠婆尼沙陀尊者 这位尊者就是从观察身体的变坏中开悟的 这听起来很特别 什么是观察身体的变坏呢 我来分享这位尊者的故事好了 好哦 悠婆尼沙陀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外表 也很执着物质的享受 不论是对吃的穿的用的都要求最好的 而且也很重视保养色身 常常要借着涂香和抹擦各种保养品来保护身体 那他怎么会出家修行 又怎么会因为观察色身变坏而开悟呢 这是因为有一天他外出的时候 看到路旁停放的一具尸体 因为天气热又没有好好的处理 这具尸体开始出现了肿胀和腐烂的现象 当他看到这一个倾向的时候 深深的震撼了他 他回家以后 那具腐烂的尸体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也因此他开始思考生命无常和死亡的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对外在的物质和自己的色身不再感到兴趣 对好吃好用还有保养色身的东西 也都失去了兴趣 对世俗生活的执着也减少了 他开始寻求解脱的方法 也因此他就决定放下世俗的生活去出家了 出家了以后 因为身团有胶白骨关 也就是观察人往生了以后 色身会变坏 从发脂、肿脏、腐烂、长居、筋骨断坏 最后只剩白骨 经过风吹雨打 这些白骨就只剩下一小堆的骨灰 风一吹什么都没有了 这听起来让我起鸡皮疙瘩 我好像也可以看到一具好好的身体 一步步的腐烂变成白骨 最后的骨灰 风一吹 就都散光的情境 想想 人的色身本质上真的也是很不坚固的 尽管想要紧紧地握住它 最后一阵风来 什么也都留不住 尽管真的很有善根 才听说白骨关就可以有这么深的体会 我现在终于懂了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会有人要修白骨关 以前我看到一些学佛的人桌上放一具骷髅的样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修这种关 但现在我可以感受到如果能修这种关法 对自己的色身和物质享受的执着一定会减轻 确实如此 我就曾经问过一位修白骨关的朋友 他修了这个方法以后 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 他就说修白骨关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更加的淡然 因为本来他以为很真实坚固的物质和色身 一经碰撞或无常到来的时候 都会变坏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让他感悟到 看事情不能只看眼前和表面 要进一步去看清事物的本质 尤其是身体和色相的无常 能有这种深入的智慧以后 对很多的事情就比较能够看得开 也不会常常因为眼前的一些小事情就生烦恼 没想到有这些好处 对啊 我这个朋友还说 他修久了以后 也渐渐的能够体悟到色身和物质都是空性的 暂时存在的道理 也因此让他逐渐的超越对物质的执着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焦虑 因为他明白 这一切考验和困境也都是暂时的 这是一种很深层的理解和证悟 可能优婆尼沙陀就是这样开悟的吧 但是禅子老师 要让一个人不再被色相或物质所困 真正看到事物的真相 要做什么练习才会达到这目标呢 这需要透过不断的练习 观察和反思 静坐的时候 有时也可以想一想 我们自己的色身化为白骨 甚至变成灰被风吹散的样子 特别是在自己的身体有病痛 或陪亲友去看病的时候 可以想想 人的身体也是空性的 也会在四大不调和因缘变化中 慢慢的变老变坏 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如果我们常常可以这么样观想 我们对色身和外相的执着 就会慢慢的减轻 甚至看破 这样的修行 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智慧的圆满 真正达到心灵的自由 听禅子老师您这么一说 我觉得修行的旅程充满了希望 我要好好的努力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发一份善愿 学着看事情 不要只看眼前和表面 试着去看生命和色身的本质 让自己慢慢有超越的智慧 静观说得好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实践观察色身无常的本质 相信我们会收获到更多的智慧 谢谢禅子老师 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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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压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